民眾拍下軍事基地旁 突然冒出大量黑煙出事了 從高樓制高點拍下 海軍一架反潛直升機中落地 機上的零件四散 與基地只有異常之隔的民宅 也被波及 他嚇到了 然後後來說 鄰居有提供證據 說可能是飛機私事找到的東西 鐵門直接被貫穿一個大洞 造勢的就是這塊金屬零件 軍方人員接獲通報到場 證實砸穿鐵門的 就是直升機上的零件 這有飛機大家直接沒有錯 對 不好意思造成你也困了 你的弟兄也怎麼樣吧 目前還在調查中 目前是有生意的狀況 門壞了可以修 但大家心悉的是 機上四名海軍弟兄 被送往國軍醫院救治 晚間海軍司令 也親自前往慰問家屬 不管是在天候人員的操作 甚至基建我們都組成 專案小組在進行調查 我們會盡快的把原因 去做一個釐清 出世的是一架S軌動C反潛直升機 二十號下午四點多 在高雄左營基地進行保養是非 結果疑似設備發生故障 導致直升機重落地 其中正負駕駛有撕裂傷 檢驗室有20%的二三度灼傷 還好三人生命跡象穩定 並可以自行走動 但其中激工長 劉信士官長傷勢較為嚴重 還在加護病房 比較嚴重的 這個全身性的95%的灼傷 合併也有一些氣管的燒灼傷 目前正積極搶救中 傷的最重的是劉信士官長 全身95%大面積燒燙 未脫離險境 為了讓受傷的弟兄們 能夠得到妥善照顧 軍方也請三軍總醫院 派醫師前往左營支援 並組成專案小組 要調查事故原因 題目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